中医有东病夏至三伏贴夫的传统,又到了夏季贴三伏贴的时候了,7月17日是头伏第一天,一大早兵周一学院附属中医科门诊,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,市民们选择在这一天贴夫贴,按照中医说法,去韩顾本,东病夏至,三伏贴正是一年之中,补充人体阳气最佳时节。 三伏贴在预防和许多慢性病方面,特别是对过敏性鼻炎、哮喘、慢性肌气管炎、感冒一患者、虚寒性被通和儿童反复呼吸道感染等疗效尤其明显。 三伏贴的疗程上一般都以每年贴三伏为一个疗程,一连续贴夫三年为佳,但是三年以后,还可以继续贴夫,起到巩固效果,预防冬季疾病的效果。 并依附阅中医科王会才提醒大家,天药当天尽时生冷,肥肝后味,极鲜辣刺激性食品,即空调,风扇直吹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